学费的免税额的作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将要再一一细节的 我们的税务福利 老二大老七消费税补贴 EICPP RRSP TFSA CCB牛奶金 一般留学生呢 报税除了报学费的credit 积攒免学费的免税额 第二大最直接的利益 就是消费税补贴的 那么在加拿大呢 一般的消费税 是按照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 这样子来收纳的 那么退税的时候呢 也是以安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形式 退回给你的 那么以2019年为例 联邦政府的部分呢 GST呢 它的退税一个人 一般是291到450亿之间的 那么个人收入呢 高于47,527呢 就不再享有任何的GST的补贴了 那么安省呢 我们是安省的消费税 加上安省的住房补贴 我们统称为OTB 记得哦 这个安省的住房补贴 是整个加拿大 安省特有的一项福利来到 那么作为2019年个人报税 安省呢 消费税补贴 最多一个人是313块的 那么呢 年收入呢 超了23,665以上呢 这个福利金补贴就会递减 基本上31,000左右的年薪呢 个人年薪就不再享有这项福利了 住房补贴这个环节 是要求你一定要保留好 房东给你的房租收据 或者地税的支付记录的 合格的房租收据必须包含五大信息 第一是住房的地址 房租的金额 居住的时间 房东的签字 和您的名字 住客的名字 必须在上面完全的体现的 而地税的方面呢 只要保留好您的这个地税单 Property Tax Bill 和第三方的支付记录 或者直接去地税局 打印它的收据 也是可以的 我们加拿大还有个特有 叫碳税补贴 这个呢 是不需要您用任何的消费记录 只要报了税 不管收入高低 人人有份哦 这个福利呢 是从2018年开始起的 那么2019年呢 碳税补贴一个人 最多是224的 我们呢 以我们今年的报税客户 Tammy的报税情况 来给你讲解它的细节的 Tammy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 他每年就有一个学费 和800块钱一个月的租金 需要申报的 而Tammy呢 一直认为自己没有什么收入 也没有什么开支 这报税呢 不重要 直到2020年 他快毕业了 他经朋友提醒说 这学费得报了报吧 有很多的免税额 他来找到我们报税的 那么今年呢 我们就要帮他 2017年到2019年的税 给他补回来的 是的 在加拿大呢 如果您的税漏保了 只要在10年之内 您都可以把它补回来的 那么严贵正传 Tammy这三年 他一共能获得多少钱的退税呢 请看一下我们Tammy的 报税的汇总表 在今年4月份报完以后呢 大约两到三个星期 Tammy呢 就先收到了 他的2018和2019年的碳税的补贴 一共是378元的 隔了不到一个月 他呢 又收到了2017和2018年的 OTB补贴1579 和GST补贴864 Tammy这三年 一共获得的总补贴是 3923元的 作为留学生 很多年都没报税的话 记得赶紧报哦 千万不要错过了 您的这个小金库的 报税福利 第三 EI EI也是保险的一种 叫做失业保险金 也是需要您支付了这个保费 在有需要的时候呢 并且符合它的条件 才会享有这个保额的 一般流程呢 都是公司会计 算好这个金额 在您每一期的工资里扣下来 直接交给CRA税务局的 然后呢每年年底报税呢 就是一次很好的 和自己核算一次 我一年究竟付了多少钱 EI保费 而且我确实有付过这个钱 那么在您有需要的时候 拿到了雇主的ROE 符合了EI申请条件 EI这钱才稳稳托托的 进您的口袋哦 给大家一点小资讯展 请看图 有图可见呢 2020年EI的公款呢 只需要您税前工资的1.58% 而每年的公款上限是 856块30毛6的 但是呢万一您失验 您的EI的保额呢 最多是573亿周 可以足足里一年哦 曾经呢 我们就遇到一个案子 香先生呢 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他呢每年就给自己出了T4 他认为自己跟普通员工 没有什么差别 也是付付税啊 EI之类的 然后每年呢 年薪呢也就一万来块钱 他觉得自己不欠政府税 也应该没什么退退 并没有很在乎个税这个问题的 直到呢公司呢 生意呢不景气开始走下坡 面临这个结业的风险的时候呢 他就想哎呀 我该申请EI了 起码帮我解决过渡一下 这失业这段时间的困境吧 但是啊 他的申请却被拒了 因为在加拿大 他是自己公司的老板 他的T4是不需要降纳EI的 由于他没有付一分钱的EI的保费 那又何来这个EI失业金的保额呢 如果肖先生他有每年准时报税 和他的会计师好好的核实 他自己的个人税务 和福利金之间的关系 好好的规划他自己的财务的话 相信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了 那么呢和EI一样 我呢就常常开玩笑说 这是加拿大的两个社保 一个EI一个叫CPP 那么CPP是什么呢 CPP也是公司会计算好了 在你每期的工资里面扣除交给税务局的 那么请看一下我们给你的信息图 在2020年呢 我们的CPP的角额呢 个雇呃雇员的话是5.25%的 那么如果您是自雇的话呢 收入超过3500块钱的部分 那么将会按照10.5%的比例来收取你的CPP的 这个CPP呢是强制性要交的 您可以视同它为一种投资 是加拿大政府强迫为我们积攒的一些退休金 一般来说呢 大约是您60到65岁的时候 您就可以对交这个申请 连本带上投资回报分期的拿回来的 那么每年报税呢 就是一次很好的跟加拿大税务去盘算一下 今年我一共付了多少CPP的本金 从而预估一下自己将来的那个退休金 从而更好的规划一下自己的退休理财计划的 如果说CPP是加拿大政府为你积攒的退休金 那么RRSP则是你自己为自己存的退休金 相信大家对RRSP都不陌生 在我们上星科星期 Lucas呢就为大家一一细说了这个RRSP的杠杆原理 怎么样通过它来合理的延税 同时呢 RRSP的Home Buyer Plan买房的计划 和这个Lifelong的Learning Plan这个读书的计划 相信大家也略知它的大概的用法 既然RRSP这么好 我能不能多多易散 有多少钱就往里存呢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 RRSP的购买是有上限的 那么RRSP的总线呢是怎样计算的呢 一般来说呢是上一年度的Earning Income乘以18% 2019年的话最多只能购买27,230的 然后再加上您之前所拥有的这个没有使用的额度 就等于您今年总共的RRSP的总线额的 最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看回你的Notice of Assessment 就是报完税以后税务局给你的报告 或者呢上CIA买而看税务局的官网 看看你个人照护下当前的RRSP的这个限额是多少的 这里我特别提醒的是千万不要买超了 加拿大呢一辈子呢也就是给你2000块钱这个超额的上限的 如果你买多了既获不得退税呢 还有面临着罚金呢 以我们陈先生为例吧 2018年他的RRSP上限的是9000块钱的 但他当时不懂想着就留就想存的整数好记得 那么他就存了1万块钱在他的RRSP账户上的 这可好了超了1000块钱 但是呢运气好的是这1000块钱在2000块钱上限额度以内 所以没有任何的罚金他就要平安度过了 那么2019年他有新的额度1080的 这回他聪明了 他只存了9080这回我不超了吧 熟不值他换了一家公司 新的公司是有个pension plan的 那么呢这个pension plan也是占用他的RRSP room的 这里呢2019年公司占用他足足3000块钱的RRSP room 这个金额一加上好了他报了 这3000块钱减去了2000块钱的这个超额的上限 他还有超出1000块钱 这1000块钱将面临着一个月是1%的罚款 也就是100块钱一个月的罚金 所以啊每年的税得准时报 同时呢也要注意您T4上面的每一个细节 像这个pension adjustment amount 就是影响你RRSP room的 那么报税的第六大福利 TFSA的额度呢也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跟RRSP最大的相同点是 他们都是要积攒出来的 但最大的拨通点呢是 RRSP是跟收入有关 TFSA跟收入无关 只要您报了税 他会根据当年政府给的配额给你新的额度的 就以我们Tami的案子为例 今年他报了2017、2018和2019三年的税 那么他今年的额度呢 一下就有了17000块钱的TFSA 换而言之这个17000块钱存在账户下面的所有投资 对应的收入是完全不用纳税的 报税第七大福利CCB牛奶金 相信呢有孩子的家庭呢 对这项福利是特别的重视的 2020年6岁以下的小孩呢 一年最多的牛奶金呢 能获得6765的 那么6岁到17岁之间的孩子呢 一年最多呢 可以领到牛奶金是5708的 您家庭的收入高低 也会决定了牛奶金能拿得多与傻的 所以呢 如何规划您的家庭收入合理避税 成而达到家庭税务的 利益的最优化呢 对有家庭的年来说有为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将会在未来的视频 对大家一一种草 去说一下怎么样的合理避税的 如果您不想和如此丰厚的 加拿大税务福利私资交币的话 找专业的帮你啊 专业的税务顾问 加上理财福利金申请精英团队 将是您税务福利的最霸化 好的 这期直播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